這個不是民主 這是民粹 我們民主必須要有法治 沒有法治的民主就會變成法西斯 就會變成民粹政治 今天站出來的孩子們 他們只有44到18歲 我們其實是沒有投票出來 我們沒有那個權力去真正的撼動這個政務 我們需要你們每一個人站出來幫助我們 因為你們的手上可能有那一張票 你們手上可能有那一個舉例 可以幫我們一起保衛這個克剛的 他的這個教育他的尊嚴 所以我們在於歷史台灣史克剛的描述 我們能夠站在當時候的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立場來論述嗎 那我們不這樣子的論述 不僅僅違反台灣人民的主體性 而且也違反聯合國的普世價值 如果這東西傳到國外去 如果這件事情被日本的政府他們知道了 他們會不會憤怒 他們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因為畢竟當初是簽了約的台灣才變成他們 我並沒有要說日本在殖民統治台灣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政府 只是他們在殖民這件事情上面 是確實有他不定的法律的條文存在的 所以我想這對大家來說 應該是比較公平的一個實施 我們微調小組沒有能力改變中華民國憲法 教育部也沒有能力可以改變中華民國憲法 那你要訴諸於立法院去證明修憲才行 那你跟 你反對 這個客觀為條 你反對憲法 反對什麼 那你找錯了廟門 敗錯了菩薩嗎 你找教育部 無私管有能力可以改變憲法嗎 當一個國家不管任何政策 都被一個黑箱的作業模式覆蓋著的話 那對一個國家來講是絕對沒有好處 我們可以提醒政府說 不管是哪一個執政黨 我們可以提醒他們說 今天我們的人民 今天我們活在也是一個民主法治的時代 那我們不希望再反對過任何一件這樣子的事情 你們支持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 而認為聯合國的反殖民地宣言 是違反普世價值的嗎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很坦白的講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這些學生根本搞不清楚 憑良心講 要搞清楚 還得需要有一點學問和研究才行 學生每天花八小時在學校 學生每天花五小時可能在補習班 再加上在家裡複習讀書寫功課 那我們一天花超過十二個小時 在認真看待的事情上面 如果它卻是一個沒有法人依據 然後呢是一個黑箱黑出來 沒有專業背景的東西的話 那我對於學生來講 這件事是很辛酸的 我是覺得他們好好的把柯康做一番研究 然後把爭論點現在都已經公佈了 一共17項的爭議 那這17項的爭議 那請他們多讀一點書 看看這17項爭議 我們哪一項是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 哪一項是違反了台灣人民的主體性 那因為其實克剛的爭議一直都在 那我們從五月初開始 一直用不同的柔性抗爭的手段 一直到今天 然後教育部的不回應 終於逼到我的一個夥伴 他必須用一個比較激烈的方式 然後來希望達成訴求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今天在這裡